这一集我们的主题是 艺术家的家乡 首先我们看的是 黄敬山的南国之船 那这一幅画代表了 黄敬山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一方面是作品的尺寸非常大 二方面他完全的就是 用他自己学习出来的方法 无私自通的画出属于 他自己的家乡的风貌 那南国之船 南国就是相对于北国 那这样的一个戎客船 帆船其实相对于 北台湾淡水河 这样的那种比较多彩的戎客船 其实他整幅画的那个意境 画的就是用一个比较是 单一色系的 有褶红色这样的一个色系来处理 整个画面就是个人色彩非常的浓厚 比较不像是我们在官方展览上看到的 那一种所谓的日本画的那样的一个细节 反而有一种比较当年所谓的中国水墨画的传统的一个氛围 那这一件作品他其实就是把他的那个家乡 就是水仙宫附近的五条港那一边的运河的一个风貌 非常仔细的而且用静景的方式表现出来 然后所有那样的一个在战争期间 就是二次大战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紧张的社会氛围里面 画家画出这样的一个在船上休息的那样的人们的一个景致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景色获选的那个福展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 理论上是一个很紧张的要有一种 就是表现战争气氛的一个要求的 可是在他这样的一个画面 他其实是表现了人刚好在休憩的氛围 刚好是一种非常对比一种反差 所以是非常清淡而潇洒的 跟整个社会情势是有明显的对比 那黄敬珊呢 他因为一直出生在台南 所以他所画出来的那个台南的意象 也就非常的明晰 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的第二件作品呢 就是在嘉义的流星路 那流星路他其实是民雄 就是古名叫打猫 所以他画了他的家乡呢 就是打猫庄风景 那那个打猫庄的草堆 其实在1936年 他就画了先有画那个类似粉彩的彩图 然后后来有画那个油画 那这样的作品呢 看起来其实很有那个西方的 印象派的那样的一个氛围 那也是一种学习 那因为流星路 他是有到过中国的上海美术学校去学习的 所以其实他有机会看到一些 从欧洲回来的一些作品的样貌 那另外他也其实因为是受到陈辰波的一个影响 才到中国去那个学习艺术的 所以他在上海的期间呢 当然也跟陈辰波有一些共同的交往 那很好玩的是他回到台湾所画的那一种嘉义公园 刚好陈辰波也都有画很类似的景色 那只是他在1938年的这一张嘉义公园呢 很有趣的是 因为以前可能资料的误用 他一直被标记为1928年 可是后来我们去仔细的看这一件作品 其实他的右下角作者签名的数字 不是1928 可能当年没有清理修复的时候呢 是比较看不出来的 把2598看成1928也不一定 那我们仔细看2598来判断 这件作品的年代应该是早期的 那个就是用他们日本皇纪2598年 换算成就是西元的纪年 应该是1938年 也就是他从上海又回到嘉义的时候 所画的嘉义公园 所以是三年代的嘉义公园的景色 叶火城呢 因为他是枫园人 所以他在北施的时候呢 就以1927年一张枫园一角呢 就是入选了台展第一届 虽然他是水彩画 也是学生 可是呢 他就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把他的那个家乡丰元街上的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景致 跟比较现代化的景致做一个融合 所以呢 有那个日本时代的大正旗的街屋跟那个电线感 做了一种非常好的观察 感谢观看